如果只是看这些画面,你能想象这是在北京举行的车展吗? 货别四年回归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格外热闹,其中有不少外国人身影。 不过不是外国的那些靓丽车母们,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经销商和外国车企高管。 有专业人士称,自己在国外飞往北京的飞机头等舱里,遇到的全是不同车企来中国参加车展的,有的企业甚至来了几百号人,满眼都是外国人的身影。 因此,今年的车展成为全球车企大佬聚集地,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主席奥伯木, 通用汽车全球执行副总裁兼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百利,车企高管们纷纷聚首,共同探讨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和机遇。 这些国外车企高管们并非走马观花看得热闹,而是在各类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前,来来回回仔细端详, 有些甚至数次返回看新衣车型,从外观到内饰,生怕漏掉细节。 今次北京车展也被看作是中国汽车品牌的诸神混战,主场作战的中国自主品牌们卯足了劲, 车企老板们更亲自到场为自家品牌站台,小米创始人雷军, 比亚迪创办人王传胡,长城汽车老板魏建军,小鹏汽车创办人和小鹏, 理想汽车创办人李响,未来汽车创办人李斌, 甚至连如今已经62岁的奇瑞控股集团董事长尹彤岳也来了。 大佬们互相串门,交流互动,甚至彼此销售,成为了本届北京车展的一大亮点。 车展的主角汽车方面,不同于以往国外豪华品牌,总是占据聚光灯中心, 随着中国汽车品牌的崛起和技术的不断创新, 中国本土汽车品牌成为今次北京车展的香波波, 特别是中国的新能源车。 据了解,本届车展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约1000家企业参展, 其中全球首发车117台,概念车41台。 新能源车形式今次车展主流有278款之多。 首次参加北京车展的小米,华为鸿蒙智行备受关注。 自从开始下场造车,雷军、小米、苏七已成为流量的代名词。 奥迪汽车代表团则被现场媒体捕捉到,数次往返围观华为的鸿蒙智行展台。 上个月,奥迪宣布要全面采用华为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有网友便调侃到这是奥迪将自己的灵魂交给华为。 从问界、智界再到乾坤,华为在智驾未来展区大展身手。 除各大本土汽车品牌外,中国动力电池厂商宁德时代和新旺达也纷纷亮相, 带来最新的动力电池产品及技术, 为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里程焦虑问题带来最新的解决方案。 宁德时代CEO曾玉群也现身北京车展, 作为特斯拉、保时捷等全球知名车企的电池供应商, 宁德时代是全球电池行业中当之无愧的龙头。 车展首日,宁德时代发布全球首款兼顾1000公里续航和4C超充特性的电池新品, 神行Plus,再次刷新磷酸铁锂电池记录, 可实现充电10分钟,续航600公里, 这意味着从北京开到南京中途无需充电, 或将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全面进入超充时代。 3D sales come from CATL, plant in Germany, and we talked about the high quality the battery offers, and the development we did together, especially for this car was very positive, and so we are offering to our Chinese customer very high performance, long ranges, low charging times, that's a good combination. Yes, I think we are very good combination with Porsche, and also personally for Oliver. 今次车展持续9天, 从4月25日至5月4日结束, 这是今年中国首个A级车展, 被视为中国乃至全球汽车技术发展和产业趋势的风向标, 在这场北京车展上, 无论是本土车企还是跨国企业, 都展现出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 没有谁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 或许这是今次北京车展上释放出来的最强烈信号。